今天的中国正在用更多低碳的改造方式大力调整能源结构 青藏高原是世界上最大的光伏发电项目 27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覆盖着超过600万片太阳能电池板 它们产生的电能每天足够满足一个中型城市一年的用点需求 在新疆人们巧妙地利用特殊的气候和地理条件实现着大规模锋利发电 累计装机量已经是世界排名第二名的美国的两倍 中国是世界能源利用第一大国 为13亿人提供清洁能源 为国家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动力 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做出承诺 那明天当我们全世界真正的实现了全部的彻底的新能源之后 这个世界又会有什么变化 有这么三个大的变化吧 第一个没有污染 我们看不得再看不得这种大气污染了 第一个是一个和谐的社会 因为大家不再去争夺资源了 说的东西都是装备制造出来的 比方说太阳是每个国家都有太阳 你用太阳电池板就可以发出电来 并且它会带着一个什么 所谓的这种普遍的服务 那个时候就是我们的技术在进一步 装备在进一步 材料在进一步 这个就是改变我们的一切 所以新技术开发和利用了新能源 新能源改变了新生活 新生活创造了新世界 而这个新世界可能比我们今天所在的 这个微软新世界 感受到的未来更加美好 更加漂亮 谢谢您李教授 我们也感谢那些 所有用梦想改变世界的人 谢谢 谢谢